传统的HTML PRB网站和WordPress网站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的说 这两种借占方式是不一样的 传统借占方式比WordPress的借占方式 在成本投入上要多得多 这个投入主要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还有时间的投入 但是对于普通的企业产品展示网站来说 这两种方式做出来的网站最终的呈现效果相差并不是很大 那多出来的这些成本都花在哪了呢 这要看用户需求 传统的借占方式主要把成本花在了定制上 如果我想要一个完全由我自己定制的网站 从前台到后台 从整体到细节 边边角角一览无余的都有我说了算 而且要指哪打哪 那就选择传统的方式 如果想选一个省力、省事、省心、省钱、又省时间的方法 那就选WordPress的借占方式 因为WordPress的模板都是主流的 能够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 而且它也可以定制 只不过自定义的范围要小得多 接下来说一下传统建站的流程 适用人群以及优缺点 先说流程 传统的建站方式 首先要有专门的策划和设计团队 先进行网页规划设计 也就是线稿布局图 然后再交给网页设计师进行网页设计 在草稿规划图的基础上 要加上颜色设计、字体设计、修饰、真实的照片等等 设计稿最终的定版往往需要很多次修改 设计稿确认之后 要进行切图 PSD、GPEG格式的图片 最终要变成HTML、CSS以及GS文件 切图之后 可以在浏览器中直接浏览网页 前端切图之后 再交给程序开发人员 搭建数据库、嵌套后台 关于网站后台也有很多讲究 在这就不展开了 网站的后台用于管理内容 又叫内容管理系统 网站的前台是呈现给访客的 前面说的页面设计 主要是给前台用户、给访客看的 当程序员做好网站之后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测试上线 因为是定制网站 问题相对也会多一些 功能越多的网站 bug问题也就越多 需要更多的人 更长的时间来测试 我们先小结一下 传统的建站方式 整个过程耗费时间比较长 参与的人员比较多 整体算下来成本是很高的 用这种方式建立的网站 现在是越来越少 而且越来越贵 只有一些比较大的企业 或者有特殊需求的项目 才会用这种方案 比如我们要建立一个新项目 可以招一个团队专门干这件事 从网站的前台到后台 再到数据都是可控的 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自己说了算 而且这种方式的扩展也比较灵活 比如可以把网站和会员数据 接入到微信小程序 还有开发安卓和iOS的客户端 网站的数据 可以和这些终端的数据 做到数据共享 最后说一下 这种传统建站方式的缺点 缺点只有一个 那就是成本太高了 不是一般中小型企业 能承担得起的 如果你想做件事 比如饿了吗 拼多多之类的项目网站 或者产品网站 可以尝试这种方案 这个视频时间差不多了 关于Wordpress的建站方案 我们下次继续 我是阿柴 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你 我们下次见